預計在今年第二季度 華為會重新推出Mate 50系列旗艦產品 雖然當前對這些設備了解的消息少之甚少 但我們多少還是獲取了一些精準的爆料消息 如果你對華為Mate 50系列有一定的期望 那麼下面我們就開始了解 現在一位爆料人士指出 華為Mate 50系列可能有高通芯片驅動 很可能就是驍龍8 該消息來自泄滅者局場營業 他還表示,驍龍芯片將再次缺乏5G功能 由於美國制裁華為長期以來 一直無法出貨具有5G功能的手機 該公司也無法生產新的麒麟芯片組 雖然說已經盡力設法維持了現有的庫充 但這似乎終於用完了 不得不說高通處理器 也就成為了華為唯一的芯片供應方 華為Mate 50擁有麒麟9000 和高通驍龍8兩個版本 均不支持5G網絡 這點或許要到部分消費者失望了 這僅是一部4G加WiFi6億的產品 而在屏幕材質方面 華為並沒有和其他品牌一樣 選擇三星的屏幕 而是搭載了一塊京東方的國產2K屏幕 支持120Hz刷新率和1000Hz觸控採用率 可激發最高1500尼特的亮度 即便在陽光下也能夠看得清清楚楚 另外,星際影韓前置了一顆3200萬像素的單攝 開孔直徑極小 機身屏佔比也更高 據說可達90億 捐屏的視覺效果也非常驚豔 鏡頭方面,與P50系列相比 它的攝影頭得到了改進 跟影像一直是華為的強項 甚至可以說是華為走向世界舞台的一把鑰匙 從P20系列開始就備受關注 而此次,華為Mate 50搭載後製四顆鏡頭 就像你在宣傳視頻中看到的那樣 據悉Mate 50將會採用5000萬超感知主色 加4000萬自由曲面鏡頭 以及6400萬長胸和3DTOF鏡頭 雖然尚且不知是否再有與萊卡認證 但是憑藉著華為獨特的優化算法的加持 Mate 50的拍照能力絕對不弱 甚至有望衝擊DXO Mark榜單的第一名 Mate 50也將開始支持8K超清視頻拍攝 最主要的是此次華為還帶來了一項全新的3D採集技術 可以識別你的皮膚狀態 從而試拍更好的美顏效果 Mate 50新機還配備了全新的鴻木OS系統 據說該系統也有很好的體驗 將基於Harmony OS 3.0 它還內置了一塊5000mAh的超大容量電池 支持100W超級快充和50W的無線充電 綜合續航能力還是很不錯的 Mate 50新品發佈暫定於7月中下旬發佈 顯然將首先在中國推出 之後再進行全球發佈 Mate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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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 82%